身為這個拍馬屁界的翹楚 小梁哥靠一張嘴到底 獲得了多少好處呢 也沒有啦 就是說 也不是 因為以前 港星都來宣傳 我記得有一次是 好像劉德華有一部什麼動作片 還是什麼 又來宣傳 那那個時候我們做憲哥的節目 憲哥那個時候是縣縣家族 裡面還有什麼康康哥 NONO哥 什麼小鐘哥 輝哥 很多一票 一海票 輪流就要跟劉德華過招 每個人都要選一個英雄人物 有的人可能是選展昭 廖天丁 李小龍這樣 我們也覺得很好 但是我們覺得說 差一個爆點你知道嗎 因為這些英雄人物 大家想當然爾 就想得到就是這些 後來我們看康康哥坐在那邊 我們就想說 有一個我跟你講一定可以 創造收視率就算了 第二天報紙打開 一定全部都是他的照片 我們就說康康哥 我們想到一個角色 你看怎麼樣 你扮十八同仁好不好 但因為康康哥講話比較慢 他還沒有說不好的時候 我們就說好 那就這樣了 我跟你講 十八同仁就這樣 那十八同仁是怎麼樣呢 我還沒有講話 對 就確定他就十八同仁 那個道具就去西門町 就借十八同仁了 然後因為我們大概都中午十二點錄影 十八同仁要八點就要來 為什麼 他下面穿著功夫褲 功夫鞋 但是他腰部以上 全部都要塗金漆 然後他要先戴光頭的頭套 先黏好 然後整個塗金漆 好 那到八點來 然後化妝師也發很早 然後就專門就幫他畫 還是你一同就直接這樣用 對 其實也比較快 只是我怕康康哥會不開心 然後 然後就到十二點了 大家也都弄好了對不對 好 十二點那就先放飯 對 放飯 吃飯吃飯 那個康康哥怎麼沒來吃飯 他說沒有 沒有 不是 翔哥 翔哥 康康哥在休息室 我說休息室怎麼樣 請他出來吃飯 沒有 他趴在那裡 我不知道怎麼了 好像有點不舒服 然後我就去 康哥怎麼樣 有沒有哪裡不舒服 要不要需要什麼藥 還是什麼 我們來 他趴在那裡 他一抬起來 全部都金漆 但嘴巴是紫色的 他衝毒了是不是 然後他看他就咬手說 我不知道 我好像小良我好像怪怪 我不知道我好像 沒穿開 為什麼沒穿開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皮膚就是那個幫忙 幫忙知道你的體溫 調節體溫的一個最好的工具 他沒有辦法呼吸 因為那個金漆 其實那是銅 對啊 所以它是中毒吧 塗上去以後是沒有 皮膚是沒有辦法呼吸的 那從八點塗到十二點 當然嘴唇八指了 好可怕 我們那時候電視台旁邊 就有一家私人醫院 直接趕快送過去 他就去那邊 然後他去的時候 然後那個急診室的也跟妳說 怎麼會有生理 那個這是誰怎麼會來 然後他躺在那個床單上 全部都是金漆你知道嗎 搞了半天 他那一場也沒辦法錄 劉德華他也沒見到 他就躺在那邊打點釘 好慘喔 他已經恨死你了 沒有 不光我們 我們只是想一個想法 還想要說不關我的事 明天就是你提的 我們只是想說 我們只是想要為節目更好 只是這樣 好的 網上還有一名還沒公佈對不對 優雲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 就是排行榜上的第二名 就是別人一句隨口說的話 他都會記在心上 So touching 這再來百分之二十二點二 有網友都說他有一個同事 因為很想升遷 所以真的是很拍主管馬屁 這個馬屁細微到什麼地步呢 因為主管最近常常看電腦 所以眼睛比較疲勞 我曾經就這樣隨口抱怨了一句 結果隔天這個同事 就立刻送上眼藥水 而且還時常關心說 主管眼睛有沒有比較好 這網友看的就是 心裡很不似滋味 想說拍馬屁拍成這樣 是有沒有必要 不過說實在的 像面對這種馬屁精 它是現殷勤又給好處 你是不是也不得不對它好一點呢 之前有碰過一個工作人員 他工作能力真的是差到你真的 或每天都覺得 他到底在幹嘛的那種 那天我們要拍戲 日戲前有一場我情緒很重的戲 就是要哭戲 可是因為那一場戲的前面就是 全世界就所有的演員都在場 這兩場中間我需要改裝 大概要一個小時 然後因為那天就是前面 有很多現場的塵射問題 然後天氣不好 所以就delay了很久 大概到三點多 然後我就很緊張 因為我就覺得後面 我的時間很短 然後我還要改裝 那我前面那場戲 我的部分已經先拍完 我就問他說 那我可不可以先離開 就我先換衣服 然後我先去就是改裝什麼的 然後他就說 大家都還在拍 你為什麼要先走 這樣子我很難 我車子還有什麼很難喬什麼 我就想說 好 那我就先等一下 然後我就在那邊等 然後後來他就 我就坐上那個車 他就說好 那不然我等一下要載你回飯店 你去就是梳洗 然後我就坐上車 我坐上車我想說奇怪 為什麼這麼久車還沒有開 然後結果後來他就說 等大家收工就是 就等那場戲拍完 大家都一起上車 然後就一起送回飯店 這樣大家也比較方便 然後我就後來大家上車 我就坐在最裡面 然後結果大家下車 我又最後一個 可是我心裡面很急很急 結果我一進去飯店 我就開始想說 我要用最快的速度 趕快把妝卸掉什麼洗頭 我頭一洗下去 他又打電話來 他就說不要洗了 妝髮姐姐說 幫你綁一個包包頭 就可以解住這樣 然後我想說 那你剛剛幹嘛不講 然後後來反正我就到現場 然後哭泣 我就覺得我的情緒 就是被他影響很大 然後我就覺得 我很難把我自己表現好 然後我就覺得 他真的讓我很生氣 類似像這樣的事情 就是一直在那個劇組發生 可是他還是有接到很多工作 你就可以覺得 為什麼做事這麼爛的人 還可以一直有這麼好的生活 然後你就覺得 這些人到底在幹嘛 就是因為他們就是會在現場 可能就是還是會煮一些 很好吃的東西 然後就是給長官吃 然後他也很重視 就是有沒有人送禮物給他 就是Casting的部分 然後就是送禮物給他 然後他就會覺得 這個人我下次可以再記得要發他 或者是長官怎麼樣 他就可以 那個現場搞得像板斗一樣 然後你就會覺得 你有時間在那邊燉湯 在那邊板斗 你為什麼不好好把你的功課做好 到底在幹嘛 然後把我這樣亂七八糟這樣 其實你也不用急著 趕去要換裝什麼的 可是因為那天 你就坐在那裡 然後後來導演副導來說 那個怡翔你怎麼還沒化妝 沒有啊 沒有人叫我 沒有人叫哥他們 也沒有叫我去化妝 小燈姐也沒有叫化妝 我不知道 我一直坐在這裡 就好了 而且我也哪裡都不敢去 人家找不到我 快了 那問題 他就會被那個Castling 欺負了 最好的方式就是 你就是不動聲色坐到導演旁邊 因為導演一定知道你要變裝 他一定會說 你怎麼還在這裡 你為什麼沒有去變裝 那誰 趕快再去變裝 你就是不要不動聲色坐在導演 因為我那時候還有問他說 我是不是可以先去換衣服或是什麼 然後他就會在那邊說 我先去問一下 然後想說 你到底在幹嘛 每個劇組裡面都會有一個 類似這樣的 而且那個人因為待到殺青 對 然後一副接一副 對 然後這次很有想法的 那種中間就會不見了 對 那種你跟他說 我要那個南瓜 他拿不阿來 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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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 他說下一場戲有一桌韭菜 你就準備一桌韭菜這樣 他弄了 一桌菇彩 哇 沒有 沒有 這一種也是給我帶到最後 然後蘿莉塔就很懂得送禮的美感 對 因為我之前交過一任男朋友 然後因為交了 那個交往之後就會見家長 然後那時候他就帶我跟他媽媽吃飯 結果就發現他媽媽是那種 幾乎不太講話的人 就是譬如說我今天講說 阿姨 你這個東西很好吃 他就會回說 就是回得最簡短的那種 但是我就發現 我那時候還想說他是不喜歡我 後來我發現說不對 他是連回他兒子的話 都是簡短到不行 他兒子跟他講說 我今天上班怎樣怎樣 然後他媽媽就是回 就是 他就很不愛講話 你跟他沒有話聊 對 你就會想說那你要怎麼討好他 你不知道 所以後來我就想說好吧 既然他都不講話 那妳就叫他畫畫 我誰 叫他跳舞 那既然他都不講話 不然以後我去見面 我都送他一個小東西好了 從那之後開始 每次那個當時的男友 約我去跟他媽媽吃飯的話 我都會 譬如說我都買飯也不用很貴 就是可能什麼小點心 最近很紅的小點心一盒 或是就是買一束花 也不用太大數小數的給他 然後就是見面就 阿姨這個給你 這個點心 然後我就會 譬如說買的這個點心 最近很紅 就會自顧自的跟他介紹說 這個最近很紅 然後很難買 然後裡面什麼什麼口味 自己介紹完 他有沒有回話 我也不管他 當直播自己在講 我就自己講我自己的介紹完 然後送花花 阿姨這個花 你看這個向日葵怎樣怎樣 這個玫瑰花 賣的人跟我說是什麼 什麼哪裡的玫瑰 特別的漂亮 就是反正我就講我自己 他不回就算了 但我也會注意他的喜好 譬如說像我記得有一次 我就跟他說 下禮拜要去泰國玩 那他就難得講一句 比較長的話說 泰國有一個紅茶很好喝 那我就記起來 他講這個 後來我就去泰國之後 我就去買很多 買不同的紅茶回來 給他 結果沒有一包對了 但是也太衰了吧 可是其實那些東西都很便宜 後來也是過年的時候 有一天男朋友就 當時男友就拿了一個紅包給我說 我媽媽說要包給你 然後我就說他要包紅包給我 怎麼這麼突然 因為我想說他平常都不跟我講話 也不會跟我聯絡這樣子 怎麼突然間那麼好 也沒有陪他他不打麻將 然後他就說 因為他媽媽就覺得說 就是他交過的女朋友裡面 我是最會做人的 他就覺得我最甜心 雖然他就不喜歡講話 可是他說我每次都會給他小禮物 然後我也會記得他的生日 他就覺得說他太喜歡我了 一定要包一個紅包給我這樣 對 然後後來打開一看 也是好多錢 就很開心 平時買給他的東西 夾起來真的也是 他給紅包也是遠遠超過 送他的禮物的現象 我們也有長輩員 也有小孩員 對啊 真的 對 老少通吃 真的 就是好好講話 老少通吃 不過可怕的來囉 居然有一個人 為了上節目講假故事 很多人都會這樣嗎 他說他為了拍馬屁 花錢買東西量賀曲 不可能 那個一定是講假的 轉送的 你是不是拿業配的東西送人家 我覺得那個計畫的同仁 可能就是兩個字錯而已 花錢 花錢拿掉 其他都是真的故事 那你怎麼說這樣 沒有 就是 因為過年過節 習俗就是這樣 就要送禮對不對 難免過年過節 有人可能會有什麼禮盒禮品給我們 或者是廠商送我們的一些 比如說保養品 化妝品這些東西 對不對 那我拿著幹嘛 我吃那些高級的禮盒也是浪費 吃了以後會變胖 沒有意義 而且那些什麼保養品的 那我老婆她也不一定擦 因為她可能有她喜歡的牌子 所以你轉送 我就把轉送 上面有貼名片 我就把它撕下來 但我問你 有一些名片貼超勞的怎麼辦 你就是慢慢的 一點一點的把它撕 你不能這樣剉 一剉就會有一個 那個白白的 對 你會撕掉這一個 然後你要撕 或者是你用美工刀 或者是反正有一些工具 吹風機 吹風機 對 所以你也都是禮盒轉送 也都是拿別人的禮物送 不是 我是看網路人家這樣做 對 你從上到下 你去轉送這些東西 比如說有時候 一些廠商給人 我們隨手我們就給了 不知道哪位工作人員 就給他 我跟你講 總有一天會有用 為什麼 因為節目這樣做久了 難免會有疲態 手出去不好了 電視台要檢討你了 第一個告訴我 這個事情的是誰 就是那一位工作人員 那也不是長官 工作人員而已 然後還告訴我 然後我們一聽到不得了 那我們趕快弄了一個企劃 說長官 我們有新的 夏日特別企劃 我們要來開會這樣 長官就覺得說 知恥近忽有 收視率不好 你自己還會弄得夏日特別 馬上暑假要到了 夏日特別企劃 然後來這邊 那長官覺得另眼看待 覺得說那你還不錯 有上盡心 好 那你有什麼案子來講 我們來聊聊看 對不對 節目又延續下來了 真的 而且很多都不用錢的 比如說臉書或者是Line 他都會告訴你 比如說Line 他會告訴你說 三天後有誰生日 對 對不對 對 然後你就趕快封鎖他 這個 然後三好友 這個不用錢 對不對 他自己傳送給你的 那三日後你就記住 然後你就在23點59分59秒的時候 第一個傳給他 然後正好沒有收訊 剛好 剛好4月15號是李佩甄的生日 所以我在這裡祝李佩甄生日快樂 播出的時候可能過了 沒有關係 我要讓全台灣的人都知道 我在乎你的生日 你就傳一個Line會怎樣 我可以傳 那我用這個不花錢 我就讓全部的人都知道 我重視我跟李佩甄的友誼 這一段把它剪掉 這樣做到那麼絕就知道 你就是要自己傳給他 好 好聽的話可以多說 但是如果那種麻痺話 會變成那種騙人的那種就不好 會傷害到別人 我覺得那也不好 對不對 至少麻痺話讓人家聽得舒舒服 很愉悅 很快樂 自己也很開心 然後也得到一個很好的結果 那不是很棒 應該是說 嘴巴甜一點 笑容多一點 梗子的兩位也要學習一下 歡迎大家多學起來 真的要好好學一下 今天謝謝大家的討論 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上我們的粉絲團 按讚 留言跟投票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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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按讚吧 讓你總是會成長 新時代 互動式 綜藝 快快來訂閱 按下小鈴鐺喔 小鈴鐺喔